高鐵難言27號拍板定案 屏東官方和民間樂觀騎乘 但是一連串的質疑也隨之而來 不少學者都認為 行車時間10分鐘 要花554億的經費成本太高 而且預估未來高鐵屏東站的旅客 不到4000人 將來營運成本恐怕侵蝕 早鳥優惠 另外從數據顯示 民眾搭高鐵進出站 有7成以上都集中在南港到台中 因此學者認為 台灣高鐵的發展經驗 跟全球高鐵一致 會加速人口往主力城市移動 聚落難逃 老化年齡 高鐵難言拍板定案 未來南來北往多了更快速的選擇 不少屏東居民拍手叫好 滿方便的這樣 就是恰功的話 就等於說可以直接從屏東 搭到台北去 不用說每次來要到左翼 過台北往返的話 就是比較快 但就不少學者認為 這不僅有前期成本負擔 未來對高鐵營運成本 也會是一大重擔 它其實主要是以農漁產品 還有就是工業產品為主 高速公務的狀況可能會比 鐵路的需求過去會高一些 這個商務履次需求 其實沒有那麼強烈 高鐵延伸屏東審查會選擇的方案 左營站延伸到屏東六塊錯 行車時間10分鐘 卻要燒掉554億元經費耗時九年 但學者評估未來在屏東站旅客人數大約落在3900名 效益不大恐怕還會侵蝕 小鳥優惠 會整交通部資料來看高鐵南港站到台中站 從2011年起 進出站比例佔了全線的七成以上 到了206年 苗栗彰化雲林三站啟用 但集中情形也沒趨緩 顯示台灣高鐵的發展經驗跟全球高鐵一致 加速人口往主力城市移動 聚落南逃老化命運 西高鐵東快鐵建構全台路網 新的空間革命與國土發展 能否取得平衡 有待考驗 接著這麼報道